第一件事就是技巧 因为大家觉得考了8级应该都可以了 但其实要看一下 你从开始学到8级中间做了什么 很多时候很多人很快就跳到8级 可能只考了3级5级8级 只考了几个课程 所以时间可能不是很久 或者虽然花了一些时间 但在学习上学了些什么 例如是否除了预备考试的课程之外 有没有学其他的歌 有没有对于音乐的理解足够 也在技巧上是否实际 刚才我想说的技巧就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考了8级 即是由初级到8级 预备的东西是一些很… 不是基本的 是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意思 例如说我弹到低级很快 或者那些歌 我都能弹到大小声 速度 那些音都按得很适 那就可以了 但这些不是技巧 技巧是一些 所以我 Во席阶段 如何 form An that is how Fabric 如何去弹 group 如何增加槽 如何去做一个很顺利大的操银 嗯 如何去看正常的畑 如何去做一个很快 也等到则怎么做的下去 很多理解都应该很快 在做一个很快 有任何Pirt 正常San to score 这些很注意一套 甚至是 rece�'s the chart 我發現很多時候大家都沒有這個技巧的基礎 包括我小時候也沒有在這方面的基礎 小時候也沒有老師教我如何練習 如何令我彈得快 之餘也很清晰 不會緊 或者彈得久不會累 只是說彈快一點 彈慢一點 練多一點 那些就不是技巧 所以真正來說 如果沒有一個很實在的技巧 由百級到百萬級 這個技巧構造成的時間是需要多一點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在百級來找我 我就會看看他們的技巧去哪裏 有些人可能需要多點時間 有些人可能會好一點 在技巧方面 這個就要看看那個人的技巧之前 如果是我自己的學生 我知道他做過什麼 所以他會比較快 這個就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就是 谢谢大家